既民一個人說出他們對中科官在家的不晚 台中的中官也很認真做記錄 準備等一個一一來回答既民拿出來的問題 辦這個會議主要是因為我們中心人 自己在地的人 因為非常 就是自從從那個省政府的精神啊 動省什麼的 然後再來921 現在就是整個本來是上萬人生活的空間 那現在全部已經調離已經十幾年了 不管是民進黨執政或是國民黨執政 任何改善都沒有 那好不容易國科會指定了中科來幫我們 就是好像來做管理單位 但是五年過去了 他們一樣什麼事也沒有做 那讓我們中心人不但沒有發展 不但沒有任何的規劃 讓我們老人不斷的凋零 那宿舍不斷的荒廢 環境一樣是破壞的 但是他們花了還是花了很多錢 這個會談是中心心傳的記名 為了要讓中科聽到他們的聲音所記辦的 在會談當中中科也有對吉民報告未來的建設方向 要讓吉民了解 但是看到吉民也是沒辦法認同他們的說法 那他們呢不斷的就是讓已經不服資格的人呢 搬出去建設 但是搬出去以後建設不再處理 然後任由它毀壞 輪為吸毒者跟流浪漢的天堂 所以我們主要是希望中科處理眷舍的問題 不管他是要對外租人也好 或者呢就是把眷舍做一個妥善的維修 然後讓這個村子裡頭不要再有這種的環境提供 就是讓這些不好的因素存在 另外就是村裡老人非常多 我們希望能夠中科可以幫我們爭取 就是讓中心醫院原有的中心醫院發揮他應有的醫療功能 提供老人的照護還有醫療需求 那就是我們這一次最主要的需求所在 因為畢竟中醫院還有人住 他不是荒城 不要因為中科著重在科學園區的建設 而忽略了這裡還有居民的存在 然後這些居民他一樣應該享有他應有的權益 對 住的權益跟醫療權益這樣子 請各位 我們今天有很多人有一些 這次的會談是中科進駐中心新春以後 第一次跟居民的會談 希望經過這次的會談 中科可以更加了解居民的需要 對地方的文化可以更加重視 記者五位麥 蔡鳳報道